大家好,歡迎來到DEX IT 今天跟大家看看一個考試會問你的邏輯問題 但在現實生活上你可能未必會這樣用 Anyway 今天每晚都會分享不同範疇的 IT 實用技巧 包括Networking, Programming, Database, WebExcel, Powerpoint, Cybersecurity 以及 DSE 系列 絕對適合在職場工作想進手 IT 知識 又或者在讀 DSE 的你 記得訂閱DEX IT 這個運算思維的問題 即是這類資料先排一項項 再排了Score in descending order 究竟這類資料是怎樣 給大家3秒 3, 2, 1, 開股 其實這類資料是還有一個Ranking 例如這個Count If 其實是在數項項 究竟出現第幾次 由於這類資料本身已經排了Descending order的Score 所以我們看到數第幾次這類資料 等同於Rank是第幾 旁邊這一個又在做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填了1 第二個開始我們就比較一下 這個Row 和上一個Row 是否一樣 如果它是一樣的話 我就拿回上面Ranking 如果它不一樣的話就拿左邊這個數 如果好像這個一樣 這條同分 你看到這個你打開就會發現 不應該是拿第三 它應該都是拿第二 所以出現了這個處理 所以這個也是考試出現過幾個題目 少少一個邏輯少少的Track來的 但是你會發現這個位置 本身這個100就好好的 例如說我這條填的80在這個位置 就會有個Bug在這裡 如果它是純粹單重是比較這兩個格子 究竟是不是一樣呢 如果它是最後一晚去看的時間 就完全無事 有這兩個其實不是同一科的事實 雖然是有個Bug在這裡 快來考試才會說一下一些考試的東西 最近出過的 所以我想未必會這麼快出回 但是大家都要有個概念 就是運算思維這家東西 其實在試卷上面會出現 還有有時候就算是試卷 也未必是一個完美的algorithm 有時候都可以有很多土力的空間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以上介紹 記得訂閱和訂閱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明天再見 晚安 晚安